短短两年 新冠肺炎在全球造成5亿多人确诊 600多万人死亡 病毒变异的速度极快 从一开始的Alpha、Delta到后来的Omicron 甚至BA.4、BA.5 台湾的防疫政策也从清零、转变为和病毒共存 这使得我们的确诊数从3月底开始一路飙升 到6月进入高原期 也造成医疗量能紧绷 急诊师医师忙到35个小时没有睡觉 尤其是儿童重症病房更是缺人 甚至因为医护确诊之后出现有床但是没人力的状况 也烧出台湾一直存在的医疗困境 打开伞帮孩子挡阳光 小朋友累到在妈妈怀中睡着 急诊室外不少家长带小孩排队等待就诊 这是5月上旬的景象 而就在几天后 基隆一位2岁确诊男童 发高烧到42度 需要紧急转院到医学中心救治 中间联系4家医院都没有病床 最后由台北荣总收治抢救后人不幸死亡 这边是学龄前儿童就医 绿色通道是由儿科专科医师看诊 他们也是最了解小朋友的病情变化 之前指挥中心宣布要设置绿色通道 就是为了避免当时各家医院的急诊爆量 就诊的民众实在是太多了 而排挤到儿童的看诊时间 但是绿色通道无法解决的就是重症儿童病床和专科医护紧绷的现况 中央指令一下各家医院只能使命必达 但绿色通道的人力其实是挖东墙补西墙 将院内的儿科量能挪一部分出来 医护苦撑着 小朋友哭着想找爸妈身上都是管线 让人看了很不忍 护理师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衣 仔细的帮小病患穿好病人服 另一间专则加护病房里 四位医护在照顾一位插管重症的小孩 幼童难以像成人能够清楚描述哪里不舒服 用药临床治疗都和大人不同 需要经验老到的儿科人员 尤其是重症医疗 小朋友的一些治疗 比如说药物的剂量 必须算很精准 我们有时候是用每公斤体重来算 有时候用体表面积每平方米 多少剂量来计算 但是大人的话 大人常常四五十公斤到一百公斤 用的药量差不多 在那个里面工作的话 我们压力会很大 这也是我不敢离开病人 不敢让病人离开我事件 一个很重大的原因 采访这天是下午快四点 领口长庚儿童加护科主任夏绍轩 从前一天清晨五点开始 已经快三十五个小时没所眼 疫情大爆发 也烧出少子化下 儿童重症资源持续萎缩的困境 像我年轻花奖 还要三十五个小时睡觉 年轻人看到自然心也会 有一些衡量 将来要不要过这种生活 儿童的医疗的确 它的量能可能在缩减 因为儿童会生病就是变少 儿童自己也变少 但是像这种情况 不见得以后就不会有 所以在公共政策方面 是不是应该还是要要求 就像当年SARS一来以后 在医学教育方面会有一些改变 那以后呢 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医护人员 都或多或少在训练的当中 有一些儿童的经验 如果一个孩子都不能少 政府必须投入更多的儿童医疗资源 而在这次与病毒共存的路上 是医护的斑斑血泪堆叠出的 指挥中心每天不断强调空床率 看似很有余裕 但多个医疗工会在五月十号 集合在疾管署前抗疫 当染疫病患越来越多 医护自己确诊人力越来越少 有床名人可顾 才是第一线真实 而指挥中心后来还放宽 专责病房护病比 原本上限是一比五 调整为医学中心一比九 区域医院一比十二 地区医院一比十五 再寄出多雇一个病人 可以领两千块津贴 但这不是钱的问题 何不识肉迷的政策 引爆反弹声浪 最后中央才稍微让步 拍板定案一比五为原则 一比七是上限 我一个人对五个人 如果有三个老人 需要翻身抽谈灌食 而且甚至是没两个小时 那我根本就是 就已经做不完了 怎么可能有办法 就是把就是护病比 就是提高到就是一比七 一比九 那除非你们对于就是现况的 除非你们对于现在的医疗的品质 不要求 你们可以接受你们的家人生病 然后我们没办法及时的 去帮他换尿布 他泡在死尿里面 那就算是一般就是 轻症到中症的病人 即使他们可以就是活动自如 可是因为他们就是被关在 隔离病房的关系 所以许多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就是提供 他们很多的支持 例如就是他们可能觉得 医院的餐不好吃 他们会叫外送 那谁去拿那个外送 就可能是护理人员分泌 台湾的医疗人力 在疫情前就很轻 疫情进入第三年 是医护用肉身挡在病毒前 五位护理师安抚着怕打针的小朋友 希望降低他的恐惧 大型的BNT儿童疫苗接种站 6月1号正式启用 这个点是由台北荣总 注点接种 他们总共出动了80名的医护 而在外面的自由广场的 车来速的大型筛检站 也是由北荣负责的 他们的单日裁剪最高工 有1900多人 医院要承接很多政府开出的任务 疫苗接种筛检站 不断加开的专责病房 疫情是照妖镜 照出台湾分级医疗 多年来都难落实 照出急重症科别的人力缺乏 照出护病比的艰辛 而新冠肺炎是全世界 这么多年来 遇到最大规模的流行病 接下来它又会怎么演变 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 慢慢慢慢可能会跟它的 它的那个前驱者一样 可能之后会变成一个 一个类似感冒的病毒 很多国外的病毒学家 看法也是一致 但是这样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就可以掉以轻心 因为它现在还在转变期 我们的估计它大概还要在 一年或是两年 它才会降到跟感冒一样 所以这段时间还是要谨慎 中原院院士陈培哲 认为新冠病毒最后会感冒化 不是流感化 而有冠状病毒支付美誉的院士赖明兆 也认为新冠病毒对人类的威胁 会越来越小 病毒在外面 是不会自己防止的 所以它必须要防养人的细胞 它在人的细胞里面 它才能防止 病毒如果把细胞破坏掉 那就没有办法生存 那就消失掉 所以它会很聪明 它不会把细胞杀死掉 所以它的毒性就会减少 就是汗细胞破坏冻成 面对冰毒 我们可以不用像一开始那般害怕 但要务视敌之不来 事无有以待之 永远做好准备 人类不会知道下一个新星传染病 何时会来